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到现在还没有结束 这不只是发生在日本灾区的现场 应该说连远在几百上千公里的台湾 以外的台湾 到现在都还受到一阵的冲击 包括我们的能源政策 也包括到今年8月要举行的 这个藻礁工头的问题 所以今天就分不同的切面 来跟听众朋友跟你来分析一下 三一大地震十周年 为什么余震还在冲击台湾 好 我们先看一下日本的现场 今天下午的在日本东京都 这个千代田区的 会有国立剧场 会举行一场311大震灾的追悼仪式 日本天皇德仁跟皇后雅子 那么会第一次出席官方举办的悼念活动 那么另外在今天下午2点46分 在当年发生大地震的时刻 当年就是在3月11号的下午2点46分 那么有这种追悼式的一个默哀 好 10年前的今天 当震灾发生了之后 那透过现在的这种影像的一个呈现 大家会感觉到那种 几乎是一个好像是天要塌下来的感觉 当然讲的不是天塌下来 讲的是海水 海水 那么像这个从天上下来一样 因为这是因为海啸的关系 因为地震引起了海啸 而因为福岛地区有一个核电厂 那后来就发生了辐射外泄 所以呢既是海啸同时又是一个 这个电厂的这个辐射出了问题 这两个问题才让这个三一的这个震灾 那么影响这么重大 那10年过后我们来看 其实到现在为止 核能安全的争议还是存在 很多国家对于要永和还是要弃核 态度并不相同 我们看到像德国像比利时瑞士 这些欧洲好几个国家 那么他们都已经决定要 这个这个弃用核能 像德国 德国就决定2022年 就是明年之前要全部弃用 比利时瑞士也都跟进了 但是像中国像孟加拉 像白俄罗斯 甚至包括阿拉伯联合大公国 还有土耳其 都展开了核能的计划 那中国大概是最突出的 现在全球有57座星建当中的核电厂 那当中就有25座超过四成是在中国境内 不过事实上在全球来讲 那么一方面我们看到某些国家不断的在拥抱核电 拥抱核能增加这个星建核电厂 但是总体来说 核能占全球供电量 总体来讲是下降的 2010年在三一事件发生之前 核能占全球供电量 大概占13% 现在大概只有10% 那有专家也提到说 事实上早在辅导事件发生之前 全球的核能产业就因为建设费用昂贵 以及安全疑虑而陷入的危机 那么这个辅导事件发生了以后 当然让各国对核能的兴趣就更加的降温 我刚讲到说 那么2010年的时候的这个核能的占比 还占到全球发电量的13% 那么这个核能的反应炉的数量 也不断的在减少 现在2010年当时有429座 现在到2020年底只有412座 这也说明 整个全球的核能的需求是下降的 但是这个下降的情况 可能每个国家也都要 一定不同的一个情势 像中国是不断的盖核电厂 这个可能跟中国现在的一个 经济建设的发展阶段 可能也有关系 好 这是我想说311的这个大地震 对整个全球的核电的发展 带来影响 目前看起来各国态度并不一致 但总体整个核电的占的比例 是在下降的 这是第一点 那么第二点 我们要特别关注 是对台湾之间的影响 首先一个是这个外交上 为什么会讲到外交 因为三一事件发生了以后 在台湾社会引起非常大的一个回响 那么当时台湾人非常踊跃的捐款 大概总数捐了大概70多亿新台币 这个70多亿是日本当时所收到的 各国的震灾的救济 最高的一个境外的一个数字 那你说这么大的灾害 不过70几亿新台币 那么为什么就变成最多的一个捐助国 这个因为大家都认为日本你很有钱 你又不是很穷的国家 那所以呢捐助像美国就不多 中国也没有那么多 那台湾呢 台湾可能是因为台湾人对日本有特别的情感 而且台湾每年几百万人去日本旅游 那么所以呢有一种爱屋及乌 所以呢捐款特别踊跃 不过这个台湾也不是只有对日本这样子 台湾对这个四川的汶川大地震 在2008年的时候 那时候捐款还更多 那么捐了八十几亿新台币 但是呢差别就是说 日本人对台湾的这种恩情是念念不忘 但是在大陆啊 这个台湾人对赠灾的四川的这个赠灾的捐款 大陆的媒体都不太报道 所以呢大陆很少人已经还记得这个事情 但是呢日本人是都还记得 甚至到包括这一次的这个凤梨啊 被中国的这个禁止入境进口 日本人还在猛要来鼓励支持台湾的凤梨 那所以说在台日关系上啊 这个311的这个大地震啊 的确也产生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润滑 跟粘着的一个作用啊 这是我们看到它的影响的一个层面啊 那当然了更大的影响就是说 因为311大地震的发生啊 所以使得在台湾啊 曾经先后经历过不同的政党的这个 核四的这个兴建啊 到底要不要运转啊 那么最早国民党时代就已经盖了这个 这个核四厂啊 那么共疗这边的核四厂 但是到了民进党执政陈水扁的时候呢 是把它给关闭掉 但后来到马英九08年执政之后又开了 又开了之后 但是呢2011年的这个 这个311的这个大地震 日本福岛这个辐射外泄的之后啊 那么当时社会上就涌起啊 非常强烈的啊 反对核四啊 兴建跟启用啊 后来马英九啊 总统不得不就把核四给封存了 那封存到现在啊 等于说到蔡英文上任了之后 这个核四就已经确定啊 就已经胎死腹中啊 他的一些燃料棒啊什么的也都运走了 好了那本来事情也就到此为止啊 可是呢 因为有一个电力的替代的问题啊 那么怎么说呢 那就是说你核四啊 一旦的废除了以后啊 核四在台湾的这个核能在台湾的这个这个用电的比重啊 其实也就大概10%左右了 那么核一核二核三 他有一个这个使用年限的问题啊 快到了啊 那么核四废掉了以后啊 你就必须有替代的这个能源啊 好那替代能源呢 在当时啊 蔡政府当然说要推动绿能啊 包括风力 包括火力发电啊 可是呢 绿能的这个填补啊 一供应没有不可能那么快就赶上来啊 而且每年的用电量还在增加啊 这个包括我们的这个护国神山啊 这个台积电啊 他的这个因为业绩啊 因为各国对晶片的需求越来越高啊 那么所以呢台湾的用电还在增加 那你还在增加 那核四呢又确定要停掉 核能占的比重会越来越小 2025年还有一个非核家园的一个目标 那怎么办呢 好有一段时间就变成增加了这个火力发电 火力发电就是用煤发电啊 这个最有名的当然就是我们中部火力发电厂啊 但是呢用煤发电啊 他的成本啊 他的这个燃料来源当然都相对稳定啊 可是缺点就是他会产生严重的空气污染啊 所以台中地区大台中地区的民众啊 对于啊这个火力发电造成的当地的污染 是非常的厌恶 非常的反感啊 这个甚至会影响到选举啊 对于包括2018年的这个台中市长的选举啊 林嘉隆的失败啊 这个跟这个因素也都有关的啊 那么所以呢 现在变成说啊 你这个又要维持电力成长的需求 但是呢 又又开始面对到民众现在非常排斥啊 火力发电 那怎么办呢 那这个时候呢 只有两个方法 一个方法是 那不然就恢复核四吧 但是现在民进党政府显然不做这么想啊 那就怎么办 那就增加天然气的发电比例 也就是说改用这个天然气来发电 天然气发电呢 它的成本会比煤炭火力发电要高 但是呢 天然气发电的好处是 它的污染相对要少很多 好了 那你为了天然气发电的话呢 就必须要接收站 因为天然气啊 它在搬运当中 它从液态变成气态啊 它要有一个流存的倒港的基地啊 那现在你要增加天然气的这个发电的比重啊 你中油就必须做好一个这个衔接啊 天然气的这个卸货的一个地点啊 现在要扩大兴建就选中了在桃园啊 的这块地方啊 好 那是呢 因为牵涉到当地有这个藻礁啊 的一个存在啊 那藻礁其实呃 它的存在当然不是现在才存在啊 在马英九执政的时期就已经在规划 这一个天然气的接收站了 那但是当时民进党当然是反对的啊 那现在民进党执政啊要在这个地方啊 来做天然气的接收站啊 现在两党又倒过来啊 当时呃这个推动这个案子的国民党呢 现在变成站在反对的这一方 而当时站在反对的这一方的民进党 是执政了要去推这个案子啊 好那现在已经变成往前啊 变成大家用公投啊 说八月份的时候又有一个 藻礁啊 三阶的这个天然气接收站 你同不同意要来做公投啊 这个就是台湾的陷入到另外一个两难啊 就变成说啊 因为电力的增加啊 是没有办法改变的啊 那么电力的供应的话要持续啊 那电力供应要持续 在核四已经要废止的一个前提之下 这一块空缺要怎么去弥补啊 那你又这本来要用这个火力发电 用燃煤啊是最简便的啊 可是呢 它的污染代价大家受不了啊 那就要改用天然气 可是天然气又碰到这个 接收站的这个啊 对藻礁的环境的影响 也就是说啊 不可能样样都好 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啊 你只能选一样啊 但是台湾今天碰到 就是这样一个两难的问题 这个其实也都是因为 311大地震发生之后的余震 我们各位就可以看得出来啊 那好 除了这个以外啊 还有一项问题啊 就是因为311大地震的发生啊 所以呢 在福岛地区啊 这个辐射的阴影啊 一直都存在啊 那么到底福岛地区的农产品啊 那么能不能够吃 有没有安全的顾虑啊 那么这个现在就变成台日之间的啊 一个已经从马英九时代到现在为止啊 一直都是一个外交上的一个问题啊 台湾社会呢 还是很强烈的反这个辐射的食品啊 那日本就讲说要根据科学啊 因为在日本啊 除了福岛核心区之外 他周边五线的食品完全都已经啊 可以在日本各地销售 而且也输出到其他国家 全世界啊 现在大概只有南韩有局部的抵制 跟中国和台湾 那么因为台湾想要加入到CPTPP啊 这个更重要的一个经贸的一个组织里头 一个协定啊 那日本现在虽然没有明讲啊 但是呢 如果这个福岛食品的问题啊 这个不克服的话呢 那么日本会认为这是一种贸易歧视啊 那就大概就不太可能 让台湾加入到CPTPP啊 所以呢 这个311的这一件 这场这个大地震啊 也连带着对台日关系 一方面我们前面讲的说 整个民间社会两边更加的紧密啊 但是呢 福岛的辐射 这个食品啊 核食啊 到底要不要开放 就变成现在这个台日之间的 这个这个外交上的一个问题啊 好 有时候天灾有时候很难避免啊 但是天灾发生了以后啊 它可以产生哪些影响啊 这很多的时候都是一种 人为的政策的选择了 我们因为三一大地震 所谓促使了决定要废弃核四啊 的社会共识啊 到现在呢 废弃核四了之后啊 那么替代能源能不能找到啊 那么有没有所谓真正的干净的能源啊 因为有人认为核能是个干净的能源啊 但是呢核能很难处理的就是 一方面是有可能潜在的 这个运转的安全的问题啊 像三一啊 像车诺比啊 这个乌克兰的车诺比啊 这些都是我们所看到的一个非常血淋淋的教训 除此之外还有一个问题是 这个核废料没有地方处理啊 这是个大麻烦 因为今天啊 即使在福岛地区啊 这个核电厂已经关掉了啊 但是它产生的核废料 还有几十万吨啊 也都还没有办法处理啊 所以这怎么办呢 这实在是啊 留给了大家很多的 要去面对跟思考的问题啊 在三一大地震十周年之际啊 特别跟大家来做这样的一篇的一个说明啊 好 今天就为您介绍到这里啊 谢谢您的收听 我们明天见